好 冬奥故事 精彩人生 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位退役的滑冰运动员 他叫王阳 七岁开始滑冰 2005年 王阳曾经向世界最高领奖台 都林冬奥会发起挑战 但是意外先于荣誉到来 由于伤病 王阳在集训结束之后 无奈选择了退役 那年他24岁 一次偶然的机会 王阳与一位会缝制冰鞋鞋面的匠人合作 做出了第一双纯手工冰鞋 穿上还挺舒服 惊喜至于王阳萌生了做冰鞋的想法 他买来缝纫机 一阵一线 开始学习鞋面的缝纫技术 2011年 王阳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 付了首付 贷款收购了一家澳大利亚冰刀品牌 如今在王阳的经营之下 这个冰刀品牌已经是颇具名气 2014年索其冬奥会上 张宏拿下中国速度滑冰冬奥历史首巾的时候 穿着的正是王阳制作的冰鞋 范克欣 五大镜等等世界冠军 都在穿王阳制作的冰鞋 那精益求精的态度 让王阳的产品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加拿大 韩国 俄罗斯等国家的 短刀速滑队的国家订单是纷至踏来 王阳工厂的产量也从最初的50多双 升到如今的超过了万双 那距离冬奥会开幕还有不到30天了 王阳正在带领工厂加紧赶制订单 王阳说当初非常的遗憾 没有能够参加上冬奥会 但是我希望我的产品可以代替我站上领奖台 这是多年来一直努力的目标 一个老兵上运动员的坚守 着实让人感动